身心硬骨 身心硬骨要怎么样身心 才真正相信 讲硬骨 变速讲多了 你就相信 太上感应片 能讲上一百遍 两百遍 你自然相信 其心动念 不可能有误念 不可能有误心 你知道那是有报应的 讲的变速不够多 理上知道 事上还做不到 也就是自己习气 很深 外面的境遇 你没有能力抗拒 高明后立 每时的诱惑 往往就堕落了 尤其在今天的社会 人不讲伦理了 不讲道德了 不相信因果了 在境远当中 不动心的 那是神远 那个 决定不是凡人 这是佛菩萨再来的 他能保住 他能保住身心心 清净 凡人 决定不可能 纵然是神圣 佛菩萨再来 他教化别人 一定也是 待众生苦 他要装出这个样子来 给人看 让人生起信心 他自己有一点随便 别人就不相信 为了要建立 大众的信心 他不能不朽苦心 而且做得很逼真 跟唱戏一样 他很认真 做得唯妙唯小 让你看不出破阵 释迦牟尼佛的表演 就是如实 这个事情我们要清楚